出发前洗个头 因为到山里面那个风沙吹着 就很难受很难受 那风沙吹的 头发里面都有沙子 快六点半了嘛现在 然后 这是我们的物质现在全部搬到车上去 然后我手上的袜子 是我昨天晚上洗的 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干 就是揣在手上 等一下咱们还要开车开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等到山下的话 这个就应该干了吧 我要装十瓶水 虽然山里面有泉水 但是那个水不知道怎么 就喝着越喝越口渴 越喝越口渴 所以这一次我要自己给自己杯水 这是一个好男人 暖男 这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这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好男人 小娜娜 我的好了是吗 这是我的洗漱用品 小伙伴们小白这次不在 我就得背这么多负重 我估计得有十公斤了吧 我感觉这个提都提不起来 我提着都废腿了 来来来提一下来大力水手来提一下 那你帮我提带到山上去 你才不说我把你也背上去了 我试一下 我不行有点梗 有点梗 没办法 他就是有点长 你是一个优秀的打包人 你是会夸人的人 你这是唱相上的收尾高手 你看你 你看你打的这个包 不大不小 不长不短 这是哪里的口音呢 这是我自作的口音 河南不是河南 陕西不是陕西 感觉这个带到他头上去 感觉一个穿一个穿 每个人都要给你反馈一下 小伙伴们 我感觉好重啊 现在光秃秃的 然后呢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我要藏两瓶水在这 等到出来的时候 能够负重能够少两瓶水 我特别害怕负重 弄上五瓶水在这吧 咱们出来的话五个人 小伙伴你觉得这样买起来的话 被找被人家翻翻走的几率有多少 你能买的就让别人看不出来吗 要不然拿个石头 因为上一次我们出来以后 特别特别渴 幸亏找到了之前买的一瓶水 上次的水也是小伍买的 现在人家你想不想就放上谁走 我想不到 反正如果我这样走的话想不到 你能想到吧 如果小爱小五都看不出来的话 应该就找不到 再找个地方再藏 藏上五瓶嘛 这个地方为啥不合适啊 这主要这是主路这不是边边 这个一踩它能感觉到 这样是不是轻了一点 没有 刚才买的是小五的 你这样一打扮你感觉像大长巾 大长巾 小长巾 小伙伴们其实是刚出发 我就感觉这个负重弄的我也难受 所以我也想到了买水这一招 这必须要买 买在哪 下一个买在哪 买在上面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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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找买水的地方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哪里买水比较好 现在小五选择的是这里 小五你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这个地方没有人会累 累累的钥匙还专门采一下 然后过来是吧 买两瓶 你的水有没有被人偷过 以前偷过了 后来有经验就没被偷过了吗 以前偷过了 小五太牛了 现在继续往前面走 再找一个买水的地方 还是买在哪 就买在这附近吗 小五在干啥 拿一些碎石 撒在这上面 小五的意思就是 他尝试一下能不能找到别人买的水 还真找到了 小爱也能找到吗 刚刚是小爱买到水 对 不会被找到的 小爱 小五那你找水好厉害 小爱就那么藏着 你就找到了 你太厉害了 别人藏起来的浴室你都找到了 在框上偷了石头 后来藏起来你也找到了 厉害都是人才